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常常都是资讯可以没有落差的交流 天涯若比林 现在我回到美国就可以跟师母一起制作玩岛了 昨天我跟大家分享我儿子的家砍了一棵大树 今天把所有剩下的砍下来的树干全部运走了 让我们想到圣经其实对埋在地下的这个树头 还是有一点点的描述的 像以赛亚书第六章十三节就讲得很清楚 像树立树虽然被砍下来 但是树的鱼干就是树镊子还在的话 还终必要长出新枝 就讲到说经历过了各样的苦难疾病 虽然好像是被砍下倒下的很多 但是所余留下来的仍然要会再发望继续的生长 能够像以前一样的茂盛 因为这个树干虽然就是生下一小节了 但是春天来了它必定因为在长 因为生命还在 生命还在 我们等候这棵树有长出新芽来 说这个刚刚过去的主日 我们的主日崇拜人数好像有恢复了 上个主日我们各堂总数有一千三百多人 是最近疫情以来最高的一次 当然我们相信疫情也慢慢稳定了 大家心里也适应了 很多弟兄姐妹都愿意再次回来 那么除了线上崇拜很好之外 实体崇拜更是能够大家一起彼此激励 共分天路 那我们恳求主继续使用 让我们医生姐妹之间 那一个见面的情谊 越来越建立得更坚固 是 我是个图书馆员 所以非常注意线上的 那个会面上课 跟或者会议 跟实体的到底有什么不同 最近有很多的报告 大家做的研究 就是说还是一样 虽然是在办公室 大家都在家办公线上班 或者是开会 但是统计下来研究的结果是 面对面沟通的效果还是最好的 当然是 这是真的是如此 所以若是弟兄姐妹 没有特别的牵挂 欢迎大家回到神的家中 大家可以一起的敬拜 那么我们也看见了 神的工作不断的展开 怀恩学院也开始了好几次了 大家出席非常稳定 一百多人报名 这些都是非常美好的见证 弟兄姐妹愿意热心付代价 一起来为主发光 愿主成全大家的心意 我知道还有好多有心人 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办法 这次上课 没有关系的 我们可以继续彼此代祷 这个怀恩门徒学院是一个经常性的平台 这次有其他的事情安排 没有办法 我们明年还会继续开设这个新的课程 新的平台的 愿主大大的使用 明天就是主日了 让我们可以预备心 一起来经历神的改变 让我们预备心 一起来敬拜祂 这个晚上也让我们心灵归向主的时候 我们明天预备好自己朝见祂 我们一起来祷告 师母好久没有出席 特别请师母来带我们祷告 好吗 好的 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 你是生命的源头 你是光和爱的源头 虽然我们在世上 这几年全人类经历了病痛 经历了很多的灾难 经历了战争 主啊 主啊 我们感谢你 只要我们在你的里面 是有根有机的生命 无论经过什么样的摧残 打击 我们都仍然能够保持圣洁 保持生命力的旺盛 当风雨过后 当春风吹起 我们的生命要再次的发旺 我们就像那些的鱼种 树的鱼干 仍然有充沛的生命力 可以恢复原先的茂盛美丽 求主继续的激励 弟兄姐妹们的信心 无论我们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在主里面仍然有信心 我们仍然靠主要身心灵 都要健壮 主啊 求主带领 也激励弟兄姐妹们 明天就是主日崇拜 让我们再次的 欢欢喜喜的 回到主的家中 我们众弟兄姐妹 一起来敬拜 来歌唱主 一起来聆听主的话语 好让我们的生命 在你的里面 能够一点一滴的茁壮 也能够更加成熟 更是能够得到力量 克服一切的困难 一切的拦阻 终究能够再长成 一个新的 一个充满生命的一棵树 好像栽在溪水旁一样 能够源源不绝的生命 不断的成长 不断的来跟随主 我们这样的祷告和感谢 都是奉着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 明天各堂都有崇拜 照常的举行 早堂和午堂 虽然我在美国 但是呢 明天将会是郭建廷传道 传讲信息 也请为他祷告 愿神祝福你 晚安 晚安